大家好,欢迎来到亚伟音乐课 今天要教大家的歌曲是 创作于80年代少林寺的主题曲《牧羊曲》 这一首歌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经典作品之一 牧羊曲的这一首歌曲 清新质朴,优美婉转 所以我们在唱歌的过程中 也要非常细腻地去把这一首歌表现出来 并且整个的这一首歌曲 它最后都是会以凹为韵脚 然后在整体的状态下 显得这一首歌曲格外的好听 这一首歌曲一共有两段 今天给大家讲解第一段 下面我们先来清唱一下歌词 一定要细腻柔情似水的感觉去演唱 吸气 稍等细腻柔情似水缔统 健身渺�확解 一直有点 麻烦 也许去 我们再往后 大家看V就代表着吸气 换气 换气符号 再往后吸气 夜过香 山火桥 桥 高儿跳 羊儿跑 凹 又是凹 然后 据 据 注意这一个据的发音 最后归运到 鱼上 净 镜头腔 举气符 轻轻摇 凹 也是以凹 所以就是以凹为运脚 小圈 买山飘 买山飘 这首歌曲其实还是挺简单的 只要我们找好细腻的感觉 第一个咬字 网门牙上去唱一唱 鱼出 松 上 好 网门牙上唱 然后第二个呢控制好气息 调整好气息 之前的视频中呢 然后有朋友也经常会给我留言说气息呢 到底是应该鼓肚子还是吸肚子 其实呢今天也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在正确唱歌的时候呢 不应该吸肚子也不应该鼓肚子 因为我们如果刻意的去强加于这一个气息 去鼓着肚子 而吸肚子收着肚子 我们的这一个气息就憋住了 就僵住了 我们在唱歌的时候 你会是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 或者是你根本就唱不出来 那正确的气息应该是怎么练呢 其实我建议大家 在刚开始学生乐 我们了解到知道了 明白了啊 是要用上气 那正确的一个气息状态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练呢 在唱中低音去的时候 其实气息呢就是自然 就是像我们说话一样 就是像现在我在说话一样 我在说话的时候 下一句我肯定要吸气 就是这种最自然的状态 大家平时如果是在说话的时候 也可以掐着自己的这一个腰 感受你的这个腰或者是 肚子的变化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的肚子并没有往外鼓起 也没有往里吸 而是我们的这一个腰的两侧 然后再稍微有点往外扩张的感觉 在唱中低音区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刻意的强调 这一个肚子的状态 就像说话一样 就自然去唱 自然去流露 那么往往呢 就是在高音的时候呢 高音唱不上去 它并不一定全都是声音的问题 全都是挂不住头枪的问题 它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气息没有支撑好 了解到唱歌需要气息之后呢 没必要也去想的那么复杂 怎么去唱一个高音呢 就好比你想一想 我们平时如果去喊人 或者是大声 然后去吼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用劲儿 然后呢 其实大家可能没有注意 那我们其实吸进去的这一个气息量也非常的足 然后其实这就是在唱高音的时候 我们气息支撑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马路的对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样子他根本听不到 是不是前面的预备动作 是不是要深深的吸上一口气 可能之前平时的时候 大家并没有刻意的这样去感受 现在我给大家讲了之后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把在生活中的状态运用在唱歌中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那下面呢 同样把这一个动作运用在唱歌中 就比如说这首歌的一个高音 野果香山花翘 这一个你看 喊它运用在唱歌中 野果香山花翘 同样呢 这一个气息要撑住啊 你不能一开始的时候 你感觉到 哎 这一个腰是有一点硬的状态 然后后面 这个气就没了 你要去一直撑着它 然后这一个歌曲呢 才能更结实更有力量 然后才能去把这一个声音去控制好 不要去想的那么复杂 就生活中的状态运用在唱歌中 好 那么下面呢 就带着大家 我们再来唱一下简朴 把我们的音准 以及这个旋律感 我们再来增强一下 对于很多的朋友呢 他可能对于 如果是连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认出来啊 一旦打乱的话 然后呢 他就觉得自己不会唱了 既然1234567 折连弥发扫拉西 您都能认出来 我们不熟啊 我们对这一个简朴不太熟 为什么要让大家去唱简朴呢 其实唱简朴呢 不是唯一的目的 它只是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只要把谱子唱好了 才能把我们的音唱准 音准好 才是我们的结果 但是怎么样才能到达结果呢 那就是肯定需要我们 有一个过程 那去识谱 去听歌 去唱谱 这就是一个过程 所以呢 其实大家一开始 如果不太熟悉简朴 其实也不要着急 任何事情都是一回声两回熟 您就跟着我 一起去唱简朴 简一默化 您就对这一个音 每一次看到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 导人密发骚 看到五的时候 您第一次还得去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 哦 它唱骚 然后等慢慢的 你看多了 听多了 这一个简朴 您也就知道 哦 我 它就是骚 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记忆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清唱一下 这一个谱子 一二 一二 骚了 为了 这一个位 mit sieh la sieh la mi jouri mi shi la shi la sà mi sà do la do mi do shi la shi la mi ruai mi sà ruai ruai la do 刚才整个带大家唱了一下谱子 在之前的视频中呢 我有给大家讲过上播音 就这一种la mi mi的上面 其实是有上播音的 上播音代表什么呢 上播音就丰富这一个旋律 可以使我们唱起来更加的优美 更加的婉转 那比如这一句啊 如果没有加上播音的话 我们唱成是la mi ruai go 二条 如果加了上播音就是la mi fa mi ruai go 二条 这一个mi加入上播音之后 它就不单纯是唱一个音了 它应该是唱三个音 mi是第一个音 第三个音也是mi 它中间唱什么呢 mi上面的音是什么 中间的音就是mi上面的那个音 mi fa mi la mi fa mi ruai go 二条 首先我们先找到la 上面的音是什么 上面是什么 是不是si 对 就la si 然后第三个音呢 就等于还是这一个音 la si la mi si la si la so 还有这个也是mi mi也是有上播音 把这个mi唱成三个音 第一个音第三个音一样都是唱mi 中间是这一个mi上面的二度 mi fa la mi fa mi la mi fa mi ruai 小曲儿满山飘 另外呢 这一个曲啊 这一个曲后面我们可以加一点翘舌 小曲儿 小曲儿 小曲儿满山飘 满山飘 那如果是我们不加入翘舌是这样 小曲儿满山飘 我们跟着伴奏一起来唱一下简谱和歌词 一二 小啦 Do 小啦 Do 小 ard 小隊 小咾 大 小锤 大 小 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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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